每天早上大概八點半以前我們就到公司了 我們九點會開一個成會 會規劃說我們今天大概安排什麼樣的行程 那一般業務員早上的時候 他們都會到這個商圈裡面去尋找商圈的案件 或者是募集商圈裡面的買方 為賣方去募集買方 那你會去尋找新的案件 下午大概兩點的時候我們會再開一次會 我們會擬定下午的工作計畫 那一般來說業務員的安排 下午都會以拜訪客戶行程為主 甚至呢安排帶買方去看房子 我們晚上大概大家都會在六點二十分的時候回到公司 把今天工作的內容還有找的客戶的電話都聯絡過一遍 或者是你訂了隔天的新的安排 我常常跟我的業務員說 其實我們這個行業最大的本質是在服務客戶 我們其實不是在做這個 可能大家會認為房地產有很多類別的產品 其實我們不是在做服務產品的工作 其實我們是在服務人 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一定要盡我們的所能 去把所有人的問題都把它解決 讓所有有對於房地產 不管是買也好或是賣也好 他們提出來的問題 我們要讓他們得到最具體的幫助 對於我來說 只要我能夠盡我的權利 然後協助我的客戶完成成交的心願 我不是很不會特別去 可以說別人是怎麼看我們的工作 因為我認為我們的工作是非常具有使命感的 而且也有非常有價值的